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豆演戏一言难尽 只要是有力量 就算没有演技 也是可以过关的 但其实呢 还是有很多的年轻小生 不仅有颜值 而且演技也很过关 肖战啊 诚意啊 跟王一博等人 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例子 从陈心灵这部剧之后呢 王一博成了当代的新生演员 不少人总是觉得 他的成名只是一时的 没有想到人家 却只靠着演技 一直就节节高升 一步有飞又再次打开了 热度 冰雨火还没有拨了 风起洛阳也都还没有拍完 但是呢 王一博又传来了好消息了 理想照耀中国 开机了 因为本身就是六年的代表 所以王一博的演技也还过关 更是成为了很多剧组 跟导演的相波波 在有飞之后呢 很多人发现 王一博又要开始禁组了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做 理想照耀中国 可以说是一部时代的大剧 跟王一博之前出演的那些作品 有很大的差距 风格的转变也很大 当然王一博在这部剧中 也不是最主要的主演 他的气氛估计不是很多 可是 随着关博的曝光呢 开机的消息 迎接了不少网友的围观跟热议 开机仪式上没有曝光很多演员 几乎都是剧组的工作人员 看得出来 这部电视剧呢 是打算保密到底了 从开机仪式上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理想照耀中国的主演 估计就是王凯跟王敬松 因为这两位演员 都被关博晒出了单人照 其他的演员几乎都没有出现 之前网传王一博会出演 但是有的观众呢 也因为没有看到 关博晒官宣照 纷纷质疑 王一博是不是没有演了 整部剧有了质量的保证 关注却暴露了演员阵容 结果呢 大家却还是在 关博的关注当中 看出了端倪 原来关博即便没有 晒出官宣照 但是这关注呢 却还是暴露了演员阵容 在开机仪式上 我们看到了 王凯跟王敬松 也在关博的关注名单当中 正常来说 很多电视剧的关博 截止会关注出演的演员 因为有儿女 王敬松跟王凯的关注 大家呢也都相信 关博的关注的阵容 就是缺缺的 在关注的列表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期待已久的名字 一个呢是王俊凯 一个是王一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张子毅 这列表呢 也将整部剧 强大的阵容给曝光了 虽然说王一博 可能不是主要的演员 无法跟王敬松 王凯这样的主演 一样受到关注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如今看到王一博 除了那些 还没有上线的作品之外 还可以跟一些 真正的戏骨演员合作 确实也是很开心的 关注中也见到了 王俊凯的名字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像千玺一样 带着自己的作品 跟大家见面 张子毅被关博给关注了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第一次演电视剧的张子毅 被说演不出少女感 也不知道是 如果出演了理想照耀中国 她又会全是怎样的角色呢 好了 在此你有什么看法 即使王一博 不是戏份超多的主演 她出演了这部剧 你会去关注吗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哦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